市长陈菊也感动 那陈菊就邀请他 说希望他成为自由行之后 第一批到高雄游客 说你这么喜欢高雄 我们高雄随时欢迎你 结果台湾的移民署说不行 说他一年内不能不准来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是没开放自由行的时候 来自由行玩 对不对 那当时他是怎么来的呢 他用的一个理由是来考察 移民署就发现说 原来他当时那号行程 跟这个他报称的这个考察是无关的 所以现在不让他来 那你看台湾还是要讲法治的 那考察不能改行程吗 跟完全无关 而且说我不确定这个女孩子的背景是什么 我觉得说大陆啊 像你刚说到的文艺青年 那对台湾来说一定 怎么讲呢 中间有些很大的吸引力的 台湾对他们来说 因为我们去台湾 除了去什么陈平一些文化地方之外 他以为街上能碰到卢广仲啊 对然后你感觉到台湾人 的确那个服务业 最近十年是蛮奇怪的 比方说女生啊 服务员啊 特别有礼貌 女人越来越像 日本人 讲话总是对不起啊 除了口口 讲话总是跌起那个声音 好跌的 请问有什么需要我服务吗 谢谢你 声音都很高 很高很温柔 或是过度温柔 那女生上日本人 男生就越来越像女生 每个男生十个有八个 基本上 直接说一句是凉凉腔嘛 对 或说那个 哎台湾叫得很好听的 不叫凉凉腔啊 他广东话叫拿影嘛 台湾就叫温柔汉 温柔汉子 对啊 那我后来明白 为什么台湾人越来越凉凉圈 喝那个嘛 书画纸 我正要讲 就是这样啊 你知道吗 后面 一定的 一定的嘛 我才明白 什么身边的人 对 十个有八个 大家小温柔点 就要喝那个书画纸 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 怎么搞呢 每一个男 台湾男生 十个有八个 你说到这个 我想起来 你们看一夜台北 有有 当然有 一夜台北里面那个 成品的卖书的女孩 我觉得她就是 现在很多人心目中 典型的那种 台湾的很可爱的 那种服务业的 那种小女孩 然后我看大陆 很多文艺青年中的 小狼群啊 你看到吗 哎呦 为什么成品那么好 因为都是充满了 这样的女生 他们就觉得受不了了 老狼群也是 蛮多人去了之后 以前拥有的梦 一个紫色的梦 反而不能说破灭了 她就去过了 反正圆了这个梦之后 回到之后台湾之后 就安心住在台湾 当然了也有话说回来 也有很多人就选择西境嘛 从台湾去大陆的定居 在那边哈 可是我是觉得说 大陆的特别年轻人啊 去台湾 很感动于台湾那种服务业 我作为香港人 就有点不服气了 怎么来香港 从来没有肯定 我们的服务业了 有有有 其实还是有 但不一样 没有写一本 感慨香港的书 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差别 他们来香港觉得说 你好 是因为你被英国 什么英国人统治过 什么 这种好像把它认命了 实以为常 觉得应该的 你被英国统治过 比较文明等等 去台湾 可能他们很感慨 我们也是中国人政府 你们也是中国人政府 怎么你们礼貌文明那么多 可能所以那个感动 特别的深刻 特别的家属 我觉得香港式的服务 跟台湾式的服务 其实是不一样 我们服务是好 但是问题是 我们是比较冷的 我们是讲效率的 都在香港 对 香港可以说很效率啦 但是同样的 我们也有很多朋友 我们帮我自己 其实很感受 我会觉得 你今天进去一副 就是你会买 对 而且你可能会 掏出多少钱 他可能从你进门开始 他们很多人都很聪明 会评估 那一看你这个人 端着钱进来买 他立刻就会对你服务 非常好 有些一看 既然不会买的 你会发觉 店员们非常的务实 我们要说 他们非常的务实 对 那但是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 最大的原因 是包括言语上面的 因为 这边毕竟长期 还是广东话 是母语 对不对 所以在沟通上面呢 那你说台湾的话 大家讲普通话 相对大家了解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 还有一种 就是语气上 台湾的服务跟香港的服务 某种程度 都是他们都很有效率 都有他们很 各自很务实的一面 不过台湾的服务 可能多一点人性 他可能跟你不是很熟 那随便你就能 比较温情 反正台湾 比较温情 多了一些这种 可是坦白讲 我有时候我还 特别喜欢 我们香港式的这种冷漠 有时候那些人 讲效率的温情 我会觉得 比如说去台湾 我当然很喜欢台湾 不买都不好意思 有时候会这样 但是问题是 台湾有时候温情到 我晚上回家的时候 觉得自己简直 要拉一肚子水 就是被乳水温柔 给灌注了 真是有点受不了 好 枪枪三人行 广告时候 接着再聊 超级的经验 有时候 尽力 把 helper 优优独自 那么我们说到去台湾自由行 其实现在不只说去台湾自由行 现在还有另一个国家 对我们来讲过去也一样很神秘 但理论上不应该这么神秘 因为它是亲密友好国家去朝鲜 也要开放自由行 但这个自由行是自驾行 就是你可以开着车 从这个吉林长春出发 从浑春圈河口岸 直接跨越国境 用自驾游的形式 就可以进入朝鲜罗仙 进入这个地方 那么而且已经去了第一团 回来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朝鲜那边欢迎我们自驾游的朝鲜美女团 在那边等着欢迎我们 然后看看我们这些自驾游的车主们 也都凯旋归来了 你看 可以由此可以想见 就是想去朝鲜自驾游的 跟想去台湾自由行的人 大概是两种人 是吧 大概不太一样 我想一帮文艺青年 不会觉得 就比如说你问他比较起来 你喜欢台湾式的 比如说台湾的歌手 还是说喜欢看阿里郎 十万人大会超 那恐怕还是前者 那么想看十万人阿里郎大会超的 恐怕都是像我这一上 在上一辈的这种 完了 我也看过 你也看过 我看都是因为呢 朝鲜之前开放 跟台湾这边有飞机对飞 三年五个小时就到 然后我们成为第一批 可以搭的这个顺风车 前进朝鲜去采访的记者之一 那时候进去之后我就觉得 所以我很疑惑这样的自驾游浪 对 我也是 对 他这个路线一定 对 我们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 你到哪都有人跟着你 对 你眼睛眼角随便描一下就知道 而且我们还很耍榜 因为我们台湾来的小孩 记者都比较调皮 也不要那么多规定 就是他们我们去了某某大公园看 那边有那个领导人的大同像 我在节目上模仿应该不会怎么样 然后就他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手势 还望向了那个 你们还模仿他 太阳日不是模仿 是那时候记者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爬 都要做一个stem 就在现场你必须要讲述一下 那个地理位置 结果后来别家正在做那个手势 立刻被阻止 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门口 有一个警卫有一个机关枪 他可能就会围着你 这个在他们朝鲜来讲 这个举动是严格不可以的 这个动作 就你不能模仿公园大同像 领导人大同像的手势 哎呀 我还以为他要求你来模仿 像希特拉这样 我以为要这样模仿 对对 然后我们大家都调皮 你看想说调皮耍宝一下 大家向上就会 对对对 然后大家只好轮流吊虎离山了 不过再怎么样 你都会发现 有人非常温情的服务 他怕你有什么需求 没有办法 那及时就有人可以跟你服务 所以我在想这个自驾 有的就无限了 对 我这就是很困惑 可是朝鲜怎么自由行 就我们都知道就是 全世界的人去朝鲜旅游 他一定能是住在指定酒店 然后晚上甚至出门都不让出的吧 也不太让出 也不太让出 然后任何时候走到街上 都有导游跟着 一定有 然后你走到一个什么地方 就是你想跟当地人说话 是绝对不可以的 绝对不行 那些当地人本身也会躲开 要经过他们许可 对 要经过许可 而且我还知道 有些景点 那个景点里面看到的老百姓 其实都是演员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像伟大主席的相底下 那么有些人 有些少女 青春少爱的少女 坐在那温柔浅笑的看书 其实那个是个演员 是个样板 那么所以我就怀疑 你这个自驾游 怎么个自驾游 是不是一过口岸 就要坏司机了 那他说明计驾 他不说记住 你就自己安排 可能因为 旁边有一个人 因为他根本没有 适合的交通工具 所以唯有的完全安排了 你说交通工具也好 住在什么地方也好 我们都知道朝鲜的状况 你说除了开车 可能一路被温情的招待之外 你住什么地方 可能那个地方 我们心里想象 都是可能完全有偷听器 也有可能 像去台湾也不无这个考虑 可能最近几年改变了 我记得前 就台湾装偷听器 前四五年前 台湾开始流行 好像不止四五年 开始什么呢 满宿 民宿 民宿 民宿现在很红了 对 可是前几年刚开始 总是有好有不好 网上就盛传了 台湾的民宿 十个民宿里面 有八个有九个的厕所 是装了针孔 台湾很流行针孔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太夸张了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不会吧 比例不小的 你确定他坐的是民宿 不是那种三流跟五六流 这是民宿 还是他的老板 你是真的女主 你去的是爱情酒店吗 不是我去爱情酒店 我们去的民宿都没有这个 爱情宾馆当然有 当然有针孔 可是像民宿也有的 所以我去台湾自由行的 女性朋友们都是这样 上厕所都是带着紫带的 套着头 因为你防无可防 你不能不上厕所 对不对 不能不洗澡 我都没听过 那就关锤 你那是什么人 没有他说 没有你最后自我保护的方法 套住脸 我懂 可是在台湾 如果被发现针孔 那家的业主要被吊销 执照 非常所以 现在几片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